因為擴散條件不佳 臺灣今天中部以南地區空氣品質差 有不少側站都來到了紅色警示 環保署周表示強烈冷氣團南下之後 雖然對擴散有幫助 但也會帶來境外的污染物 西洋局是提醒 冷氣團來襲最低溫將會落在 十七和十八號的清晨 西半部低溫會降到十至十二度 而苗栗以南到臺中 直播地區甚至下探八到九度 臺北市上午晴空萬里 北臺灣空氣品質達到良好的普通等級 不過中部以南卻一片紅通通 下午有近二十側站 達紅色警示 環保署周表示 因為擴散條件不佳 導致本地污染累積 儘管強烈大陸冷氣團 下午南下會讓擴散較好 但也會帶來境外污染物 環保署預估要等到下週一之後 中南部空品才會逐漸改善 而此波冷空氣南下 氣象就表示會達到強烈大陸冷氣團等級 基隆北海岸宜蘭大臺北山區等 迎封面地區要留意局部較大雨勢 而17 18號清晨溫度偏低 尤其是18號 以西半部地區來講到東北部地區 普遍的低溫可能會來到10度到12度 這樣子的溫度 苗栗南海中這段區域 局部地區可能會出現8度9度 這樣子的低溫 高山地區有機會下雪嗎 氣象局表示這波冷空氣水氣含量 比起前兩波還少 降雪可能較不明顯 不過高山因為低溫 若有水氣還是會出現結冰結霜現象 預計冷氣團將影響到18號下週一 下週二三氣溫會回升 天氣較為穩定 記者美國俊林台北報導